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分四臂是我们学过的 我们就不详细的解释了 六分四臂 然后单边 单边也是学过的 那么接下来玉女参说 我们今天重点讲这个玉女参说 玉女参说身体先左转 然后再右转 左转的时候右手向下 右转的时候左手向下 然后身体右转的时候 转到右边的时候 两个手掌心向下 右手在前 左手在后 那么我们重心在左腿 然后我们下沉 下沉以后再起来的时候 把两个掌心翻向上以后 把右手掌向回抽 然后提右腿 右脚和右掌同时伸出 它什么意思呢 我们大家看一下 它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这是这个动作 然后我们落地的时候 把右脚先落地 落地以后 身体继续右转 右转以后 接着揽扎衣 揽扎衣呢 也是我们学过的 好 下面我们看这个玉女参说的动作是这样 好 我们今天接下来的这个六分四臂 也码分钟过以后 六分四臂 单边 然后玉女参说 然后 把这个 把两扎衣 弄我们快一点的话呢 它是这样 中间有一个稍微有一个跳跃的动作 好 下面大家再看一遍 今天我们学的动作 好 接下来 今天接下来 先身体左转 再右转 下按 六分四臂 然后身体右左转 单边 然后左转 再右转 然后玉女参说 然后最后一个是 最后一个缆扎衣 缆扎衣 那么今天的城市太极拳老架一路 我们就学到这个地方 重点就是一个 这个玉女穿梭 这个城市猜拳的玉女穿梭 然后跳起来 蹬过以后 跳起来 就是这个动作 大家稍微练一练就可以 好 那么今天的教学时间就到这里 那么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下次再接着学 谢谢大家